欢迎大家收看《耀才财经台》 新闻嘉宾转了我们《耀才政血研究部副经理陈维冲先生》 Jason你好 Niton你好 港股方面急挫367点 最新是22940点 已经失手了23000点 国企指数方面跌251点 继续是11431点 而性交方面暂时已经有224亿 期指跌281点 22940点 如果看蓝筹股排行位置 曾经是你的外股 就是百例1880 现在跌1乘2 最新是16.04元 刚才单位更加见过15.04 现在的跌幅也叫做略略收窄 之前你也曾经推介过的朋友 如果看好内地的销情 或者怎么样 都可以看好百例 我知道你曾经也推介过的 目标价你当时订多少钱呢 当时我推的时候 时间大概是上年第三季 第四季左右 当时你见到百例的股价 大概只不过是13.14元 我当时定的那个 目标价是17元 所以你看过去那几个星期 股价不断创新高 甚至去到昨天来说 股价更加是18.5元 我自己都觉得股价是有点而过高 再加上本身在估值方面 如果你看到昨天的收市价 也有大概是27倍到28倍 如果当去没什么特别的利淡销声 或者去业绩对板的话 都会勉强支持得到 但是你见到 如果一旦去昨天 好像管理层出来 我来跟大家说回 就说去年整体的盈利的增长 都是没有市场预期中那么好的 又或者对比回前年的盈利 都可能只录到一个很轻微的增长的时候 大家就可能要重新審试 究竟他在说27倍28倍的PE 是不是真的叫做值得呢 当大家重新去到 就是consider股价一次的时候 发觉都好像叫做贵了 那自不然就令到那些基金 就在今天就很大量去沽这只股份 出到来 所以你见到今天那个跌幅 是比较大之余 成交的金额都是相当之大 那我就以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看 就是百历 如果你走开中环 永远都见到百历的店铺 我有空都会去巡视一下 帮Jason看一看 这家公司的品牌设计是怎样的 这两个季度 无论款式还是价钱 都很不吸引 就算你说折了很多 打个30% 即是打个7折 打个6折 我说一对鞋都整个五六百元 但是五六百元 是不是给我一些五六百元的质素 又不是的 我常常觉得 那个感觉好像 如果我买了百历的鞋 我就觉得好像我变成大陆人 那些款式是很不漂亮 而且很迎合 都不是说大陆一二线的城市 而是三四线的城市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去巡视 看这个公司的业务的话 我觉得一点都不吸引 超级不吸引 除了可能一些鞋的产品 不吸引之外 那个股份也不吸引 是 你说得对 因为基本上 你看回现在 无论是香港方面的那些店铺 或者是内地上海 广州等等 这些一线城市的店铺 其实他们标的价钱 就绝对不是便宜的 如果你说 可能一对的虚来说 最少都可能要 二千多三千元 没错 如果你说 比较内地一些其他 一些国产品牌 或者本土品牌的话 那个价钱 其实没有一个很吸引的地方 在那里 如果你说 好像对上那几年 它的生意价 不断地提升 那为什么你说 它那么贵 都有人买呢 最主要都是 设计方面 大家都觉得 你这个品牌 都是属于一些 叫做比较走潮流路线 又或者都是走一些 比较是外国高档路线 方面的牌子 但是你看到 这两年里面 白例都希望 将那个经营的策略 就开始将重点 就放在内地一些 三四线城市 都希望 吃着一个所谓 城镇化概念 来到 在当地那些 比较落后的城市 来开了很多的分店 那自然 如果你说 本身的策略 是放在那个定位的话 那自不然 都可能 将那个款式 设计方面 都希望就是 走回当地 那个城市方面 那个居民的口味 但是如果你说 款式方面 就参照三四线城市的口味 但是你的定价方面 定到 都是一些比较高档的 价钱的时候 那自不然 在那个策略上面 就形成一个 几大的失误 那去到 那些落后的城市 三四线城市方面 当然有可能 没有这个消费能力 去到 卖到你这么多的产品 但是由于你的款式 是叫做 比较落后了 或者比较是 厚底了的时候 你在香港 或者上海等等 这些城市 又似乎 就挽回不了 本身的消费者的忠诚度 所以这些 就是加加买卖 都似乎 给到别人一种 顾似失比的感觉 另外 同一一家公司 另外一个系列 就是说 Stataco 我觉得它的款式 就好一点 但是你说 是否真的帮到 这些百例的股价 或者百例的盈利 我想问一下 Stataco 这个牌子 其实占了百例 多少个百分比 相对是很轻微的 因为你看回 其实百例 有超过九成的营业额 都是来自 内地方面的业务 如果你看回 内地方面 大部分的店铺 都超过六成来说 是来自Bell 这个是本身的核心品牌 你说其他的比较 就是一些时尚 高档 或者潮流路线 那些牌子 好像你说到 Segato 又或者Joy and Peace 这一类 似乎在内地 一些三四线 城市方面 就不算很多 如果你说 纯粹得其中一两个 比较少有的牌子 做得好的话 我相信 都是不足以 可以令到百例 这个股份 可以有个很明显的好转 你见到股价 一个大列口急跌下来 现在跌一乘三 做了15.96 现在继续收回一百天线 但是 感觉仍然不一样 是否要多跌一阵才行 其实我觉得 这样说 当然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因素 都可能令到百例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那个销程都一样 一样 当它公布的业绩 大家都不能够抱一个很大的期望 当那些大行 要重新对它的股值 进行一个调整的话 这下的沽压 跌下来 都是相当合理的 但是你说 这个品牌 是不是就 注定是一个死亡 又或者是一个明显的转世 我相信 暂时来说 都是言之上早 因为如果你说 纯粹是一些 个别的款式 个别的一些牌子 做得不理想的时候 只要未来 可能是换一换个Designer 又或者可能在那个 市场方面 广告方面 做得更好一点的话 我相信 就能够可以改变到 那个劣势 所以你说 这个股价 跌到大概 可能是15元左右 我觉得 都开始 是叫做 去分一个正常 或者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要买的话 我觉得 都可以去到 15元这些位置 是考虑的 好啊 谢谢Jason 那么长进和我们 又再次分析了 就是百例 是的 有兴趣的朋友 或者有疑问的朋友 不妨可以打电话 来问Jason的意见 好 那我们等一下先 稍后回来 那一节 继续是我们 发达廣场的环节 继续和Jason 再谈谈港股 和其他板法的表现 内地股市 今天就表现一般 上市指数 最新跌近1.8% 最新跌近2353点 跌近43点 稍后再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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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